分數的故事 我帶了五塊餅當午餐 小雨你呢 我帶了三塊餅當午餐 我們開動吧 好啊 有有有有有熊 我的肚子好餓 你們可不可以分一些餅給我吃 好啊 我們把餅平分一起吃 餅要怎麼平分呢 讓我來告訴你 每塊餅都平分成三份 每份就是三分之一塊餅 八塊餅共可以分成 二十四個三分之一塊餅 這樣每人就可以吃到 八個三分之一塊餅 也就是三分之八塊餅 真好吃 感謝你們的餅乾 這八個金幣送給你們 作為謝禮 八個金幣 我跟兔包一人一半 每人高好可以拿四個金幣 小雨你說錯咯 我有五塊餅乾 你只有三塊餅乾 所以我應該分到五個金幣 你三個金幣 嗯 你們兩個都說錯了 兔包應該拿七個金幣 小雨一個才對 啊 為什麼呢 兔包有三分之十五塊餅 自己吃了三分之八塊餅 所以給我三分之七塊餅 小雨有三分之九塊餅 自己吃了三分之八塊餅 所以給我三分之一塊餅 兔包給我三分之七塊餅 小雨給我三分之一塊餅 因此兔包應該拿七個金幣 小雨拿一個金幣才對 除非 astronaut 打擾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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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崇